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零零碎碎的人生 不是零零啊 今天大陆的农历企业 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 马来西亚华人社区 极具有意义的一个节日 那就是中元节 俗称 切瓣维基的 马来西亚社区是如何传承 和看待这个节日的呢 与大家知道的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 多元信仰的国家 马来西亚华人是如何把这个节日 传承下来的呢 那中元节也称为鬼节 这名称来源于中国民间信仰 认为七夜鬼门关大开 满民回到阳间游荡 人们会在这期间祭祀 孤魂野鬼啊 提供食物烧子 以四位何尊重 南圣会 供奉的28尺6寸高大视野 今天早上在道士为指扎金身点珠沙开光后 这场历史最悠久的庆中元活动正式掀开帷幕 接下来的15天庆典将24小时全天候开放 自从汉代中元节 习俗已经出行奏行 随着道教兴起和佛教的传入 节日的影响力逐渐广大 仪式和习俗也更加丰富多样 那讲到唐松时期 中元节就开始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民间节日 甚至宫廷及民间都会盛大的举行这个祭祀活动 那华人慢慢步入下南洋 中元节的习俗也被带到东南亚 特别是新马一带 这里的华人社区 把中元的发展成为一个独特且重要的节日 在马来西亚 华人社区如何庆舟中元节呢? 每到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一到七月十五中元节 那鬼门关大开时 古狠野鬼就会在人间游荡 在这个期间 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一些会馆 街区办的或者是庙宇办门 搭起了临时的祭坛 摆放各种各样的祭品 有香猪啊,金子啊,紫杂品啊 在祭坛中央还会有一尊巨大的紫杂神像 那就是大事业了 或者我们叫他 葡萄公啊 葡萄野啊 那每年的农历七月啊 所有的硬间鬼灵 忙灵都会以大事业管理 相信他会在这期间维持民间的秩序 不让他们乱搞 那大事业也会平均的分配啊 医子啊,食品啊,给大众的盲闻 因此 心中会将大事业的神像方式 在工作之前 以求祭祀胜利 无论是中原生会 或者各种各样的超度法会 会以佛教形式塑造大事业的神像 高大威武啊 头上还会有一尊观世音菩萨 象征其代表 十悲观世音大使啊 五度总神啊 有个说法就是大事业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因此他的头顶会有一小尊 观世音菩萨表示其身份 观世音菩萨会化身为不同的形象 以度拓终身 中原菩萨就是为了让无人拜祭的孤魂野鬼 从阴间地府处来享受美食啊 观音菩萨也自然的化身成为 凶恶的鬼王来管理这般的生命 以免他们祸害人间啊 如果外表不凶一点 怎么能够挣住这些孤魂野鬼呢 嗯 挺有道理的 那在新马一代的农历企业啊 几乎每一个街区都会准备 中原街祭拜和工作 四处都会见到歌台啊 一路街边的季品漫天的名字 在这么多周当中啊 我觉得啊 冰城的中原节最受注目 无论是会馆办的还是社区办的 或者是庙宇办的 各式各样的大师爷就摆在街边 那当然啦 在这个节日中也有许多逼迹的 中原节期间 马来西亚华人会避免夜间出行 特别是偏僻的地方 因为这段时间被认为 鬼魂会在人间游荡的时期 那拍照也是一个经历 因为认为拍照可能会做不到灵魂啊 会招惹到鬼魂啊 在祭拜的活动中 人们也会避免说不吉利的话 保持谨慎和尊重 我们应避免踩或跨过祭品和祭坛 这被思维对神灵和忙者都不敬 各家庭都会准备三生四果来祭拜 我们通常都会避免使用祭拜后的食物 特别是如果这些食物是专门供奉给 古魂野鬼拜路边的食物 那马来西亚华人如何看待七月半鬼节呢 对许多人来说 这个节日不仅对不在的亲人的思念 更是一种文化传承 那这个节日提醒我们要感恩先人付出的教导 同时强调家族与社区的团结 一年一度的中元节 把大家各社区各领域的人都带在一起 尤其是马来西亚一些比较郊外 比较甘崩的地区 比如新春 他们都会有自己一个社团 集集大家一起去庆祝这个节日 家里的大大小小都会到来看歌台啊 吃吃喝喝玩玩乐乐 也代表了这是一个华人族群的一些团结 总结来说中元节在马来西亚华人社区 扮演着挺重要的一个角色 它不仅是一个宗教文化的节日了 更是一个传递笑到感恩和关怀的时刻 如果你真正去了解它 这个特别的日子 我们不只通过祭祀和仪式 表达对祖先的敬意或者盲灵的慰藉 可能对一些人来说 这是一个迷信的一个节日 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节日 这个世界可能对他们来讲是没有神没有灰的 那我们也去尊重它 可是对灵灵来说 这个节日是一个挺重要的节日 因为从小就是一个敏感体制的 每年七月都会过得很难过很难过 那所以就信者有不信者无啦 总而言之大家互相尊重 可以的话把这个那么漂亮那么美丽的一个节日 继续的传承几百代下去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我是灵灵呀 我们下次再见 祝大家七月平安健康 祖先保佑 Ciao 我愿意 是我